用過 然後也看過今天我們的Dance Miss用過 那Huston是沒中的時候用 Dance Miss是中的時候用 所以其實現在轉排的這個當倍 其實算是一個很少用到的方法 可是我最近在他們一些職業玩家身上 看到一些運用的一些方式 那我也試著去理解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值得學習的一個地方 那Kenny應該會選擇跟住 甚至有可能加住 那這邊Kenny跟住 那在這盒牌如果Adams不中他現在買的牌的話 應該會繼續下組 他在這裡是代表手上是有三條六 或者已經是順的牌 那這張7 所以 調出來 Adams 其實有點尷尬 就是他的牌有點開牌架子 可是 又 對手不是夠大 因為對手如果抵抗的範圍裡面 有八有五 都是贏他的 那我依綜合他們的這幾體驗下來的一些狀況 那 我覺得有時候可能會做個小一下子 或是check hold 其實都是一個選擇 那他這樣的轉牌的現場打法 是讓主子 對方在合牌會有 就是下組 因為在這邊他轉牌零打的話 在合牌就算 就是對方他發出來 但是呢 會打得比較謹慎 比較小心 而且如果假設River真的中的話 他也可以選擇下組 沒中的話 還可以bluff 而且轉牌主動下組 對手假設 是在flop打一個空氣的時候 那這邊就只能改牌 對 所以 這個策略很不錯 那當然在合牌 阿德姆斯中了7的時候 他會覺得他現在有可能應該是領先選擇了果牌 那不知道的是 Kenny 也同時 跟他踢腳也中了一個7 順利拿下底次 這邊阿德姆斯 8-6 選擇7牌 然後呢 小盲位 我們現在看見Kenny 是首次A3童話的牌 有可能也是會直接O-in吧 他問了一下 Smith是多少積分牌 把他打了個O-in 這裡我們看見Smith他的牌只有15 掌畫的牌 凱尼順利拿下底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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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a little more 那這裡暫時我們現在Brain Kenny 70個大毛排名第一 他應該跟Adams的積分牌差不多 這邊小茫威的Smith再次選擇在小茫威跟住 那當然這些職業玩家們在這小茫威跟住的情況下 後面積分牌不是很多 他們會跟住一些很強的牌 當然也會跟住一些很弱的牌 在大毛選擇家族的情況下 他們會all in 那這邊我們看見Adams直接用K2打對方all in 雙利拿下定池 如果要加2打,那是有2打的 只要2打,那是有2打的 那是有2打的 那是有2打的 如果不可以加1打,那是9打,那是9打 那是有2打的 這裡小盲位,Adams,拿到A9 那會繼續選擇Limp,我們目前好像沒有看到Adams在小盲加注過 對,他們一般在這種沒有位置優勢的情況下會控制 那這個控制他們會翻牌前就開始執行了 那這裡我們看見這翻牌後,19,8,三張紅心的面 這邊Adams他中了中隊加買Nuts花的機會 然後呢,Kani這裡是敵對 那Adams這邊其實這個check覺得就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策略 因為其實他的牌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可是如果選擇下注的話 被抵抗很多他也不一定會領先 所以我覺得這邊check call 是check call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策略 那我覺得River這邊還是一樣可以做一個大的一個價值下注 就可能一個25萬的pot 因為這邊對手如果有勾也只能用梗 如果他選擇埋伏的話 那紅心也在他手上 我覺得這邊可以做一個大的價值下注 因為畢竟中了兩隊 選擇17萬5的下注 大概是75%左右的一個地次 那我們的Kani是只有 一對8 在一邊應該是很難跟住的 還是更了 哇我們的職業玩家任何一個隊子都不會輕易的放棄 是175,對嗎 對 OK 935 935 謝謝 好 這邊我們的Kani要再度的All-in他的Azteu 他幾乎把把的All-in 那我覺得Smith這個K8 也是一個必然會跟住的範圍 對 K8在這小盲位 打All-in很多的玩家 他在這邊 K8應該是會賭自己是領先的 我們剛才看過 Brain Kenny All-in過Q3 Off 對啊 所以 Q Off 好像是Q Off 那K8在這個十個大盲 再加上有Anti的組織上 應該是一個 會選擇跟住 好 那這裡我們看見Kenny AR 對上Smith的K8 這邊Smith需要看到K或者8 好 這是他們兩個All-in 我向觀眾保證 我不會再看錯牌了 我會仔細的看好每一張牌 來我們來看這個200萬的底次 如果Kenny拿下的話 就會進入我們的單挑 那這裡發出來是圈 10 7的面 現在Smith還是需要任何K或者8 那這個轉排4個6 給Kenny帶來了任何9的Out 那這邊他需要看見任何K9或者8 到底我們的River會不會是OK沒有發出來 那我們的Brian Kenny把我們的Dance Smith打出局 現在場上剩下最後的兩名玩家 我們的Hands Up單挑桌 將會是由我們的Aidens跟我們的Brian Kenny 進行最後的單挑 而我們的Dance Smith也在第三名拿走了 1360萬港幣的獎金 我們一起恭喜他 好現在我們準備 進入我們的單挑階段 把獎盃拿出來 位置排好 籌碼安置好 就會準備開始我們的1對1的對決 那這兩位玩家的積分牌比較平均 我們看見這裡是有79個大忙住的Prey Kenny 631萬的積分牌 對加拿大的Timothy Adams 71個大忙住 569萬的積分牌 然後呢 現在是我們忙住級別為4萬8萬 潛住8萬 3一位 2位 3位 3位 2位 1位 4位 3位 4位 5位 4位 4位 5位 3位 5位 我之前在想要比较大了 在比较大了 我之前在比较大了 我在比较大了 但是我只是想要比较大了 比较大了 看了 在比较快樂的 在比较大了 在比较大了 你都玩了一般 是有点像是在比较大了 我以为是比较大了 在比较大了 我們只是玩了這麼多錢 我們真的要玩完整個最好 或是做得到最好的 昨天我感覺到這個樣子 然後這次的跌跌,八萬元HKD 沒有更多了一家玩遊戲 在這段時間的時間中 在整個月的經驗 是否累得到十分多時間 每天在這些超級優秀的活動 我已經睡得非常好 我喜歡早起開始 我只玩了一天 所以我沒有在短暫的活動 所以我沒有在短暫的活動 我感覺到很棒 給大家玩每個短暫的活動 我可以看到他們累積 但不給我 這個短暫的活動 你會在短暫的活動 我會想不想不 但如果我去 Montenegro 我會在12天 誰知道 OK,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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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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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 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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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對,因為他要擔心比他少積分牌的三位玩家 我們的第一把牌,會不會就有人出局呢? 好,看一下這邊Huxton,他擊中了一對9 現在給了他更多的out 現在任何9或者A,他可以拿下底池 好,一張4 我相信現在Peters看起來很冷靜 可是心裡一定想說趕快出局吧,我就回本了 Huxton,一把牌出局 第一把牌,就不幸的在這決賽桌上被淘汰出局了 他可以拿到第六名,也是630萬港幣的獎金 對 那也是不錯的一個Payday 那今年,在澳洲的Ostomelian,我們的 這個Brine Kenny奪得冠軍 那看看會不會延續他今年的氣勢 再拿下一個超高的冠軍 那這邊,小忙位 這裡David Peters拿到A3的牌 好快又要對決了 這個Case也是一個輕鬆跟住的一個範圍 那在這邊,兩位玩家都只有十幾個大馬的情況下 他們應該是躲不過的 那這裡A3O-In 那這裡Jetton Ko Ko 那這邊第二手牌我們開箭 又打了一個O-In 一把O-In一次 那也是因為他們籌碼都太少了 就是在A4 他們擠泡沫的時間,擠得非常久 對啊 沒想到昨天我的偶像Ponomo 就這樣子拿死這一團 哇,送頭了 那這邊我們看見Peters 他是O-In 49萬5千的幾分牌 然後呢,這邊Jetton Cover他 如果他輸的話 還剩27萬5千的幾分牌 那這個翻牌對Peters非常不利 在這邊我們看見Jetton已經擊中了頂隊 現在Peters需要任何4 或者A才可以拿下底子 這個轉牌並沒有幫助 但是給Jetton帶來了可以買花的機會 所以現在這裡Peters少了更多的out 所以現在這裡Peters少了更多的out 那這邊Jetton拿到了銅花 順利地淘汰了Peters 那這邊Peters 他應該是這個比賽裡還是輸一點的 但是 1千萬5千的幾分牌 那其實觀眾可以注意一個小細節 在他們 Adams在小盲選擇加注的時候 他加注了4個大盲 其實最近的潮流 我看盲住的攻防 那加注4個大盲 雖然尺寸是稍微比較大一點 可是 蠻常發生的 因為你可以讓對手 用一個比較差的賠率 來進行跟你 遊戲 不管你是小盲 選擇 Limp 然後你在大盲 或者你要加入4BB 讓他進入很難打的狀況 或是你在小盲 不讓大盲 有很好的賠率 跟進這底次 4個大盲 在籌碼很深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加注的尺寸 那我們看見就是 這德州撲克 有流行不同的時候 不同的就是打法 那我們以前會看見 面對 裝家衛的家注 小盲大盲這邊 會再加注比較小 那經過很多玩家研究 在這邊 Button是可以call 很寬的範圍 那之後 這小盲大盲 一般 如果在加注的情況下 會加4倍到5倍 那我們在這個轉牌 Kenny持續做了一個 這個稍微比較大一點的下注 大概是50%左右的下注 那Adan這邊有S-King 那在1對1的狀況之下 算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的牌 所以他也覺得自己 其實S-King是有機會在 這個翻牌上領先 那Kenny也試著下了兩發 來保護自己的8-8 那如果這個River 我覺得會是一個 雙方都check的局面 那兩位玩家 合牌過牌 那這裡 合牌過牌 那這裡 Kenny順利了達到 兩條街的價值 我剛剛去查一下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Adoms的成績 他 今年 他看你們兩個解說 那麼辛苦 來 免費打一場 很好 結果老闆那麼大方 好 這邊我看見 槍口位 那這裡 Adoms是一隊伍 加注到 11萬的幾分牌 然後呢 祈禱我們的Delaway的Kenny 有可能選擇 再加注喔 那這裡他是拿到A7 選擇加注到 41萬5千 將近快4倍左右的一個尺寸 那我們有時候會看見 如果就是兩位 積分牌比較多的玩家 在一張桌上 他們會避免給 對方壓力或者跟對方打 很大的抵制 但是我們看見 在這個桌上 Adoms跟Kenny兩個人 並不是這樣 他們是不停地攻擊對方 再加上Kenny他本身 有位置的優勢啊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的優勢 對他來說 算是一個 非常 好的機會 對 因為他兩個生籌碼 那坐在一起 那個 他的下架 就是 會佔據很多優勢 因為變得 因為 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你可能 在短籌碼還沒出去之前 你不能冒太多的風險 那如果我們知道 這 兩位玩家之中 一位 聽到另一位的話 那這個 玩家差不多就是 我們整個主賽的冠軍了 對 因為他應該這樣 就手持90%的幾分牌 那我覺得這一把牌 可以好好看一下 那個 Brian Kenney怎麼去處理 跟Adoms怎麼處理 因為其實這種狀況是 很常發生的 那譬如說在這種短人桌 你選擇去 去3B 你的上架 可是你是一個 完全沒有擊中的狀況 你要下注 要怎麼下注 然後在 你是抵抗的玩家 你的牌不夠大 可是你要怎樣去推斷對手 我覺得 像這種我覺得 就是一個 撲克很難處理的時候 嗯 那我們看見這邊 經過Adoms過牌 Kenny選擇下注 40萬的幾分牌 那在這個面上 Kenny他用A7 銅花 跟他無關的牌 在這個面上 還選擇繼續下注 有很多玩家看見這個面上 就是對方應該手上有很多 可以跟住的結構 應該是15、16個大馬 Jetane我覺得是 這把是逃不了了 這邊選擇直接OV 或是你要跟住 要Check Race 我覺得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我們看 Jason直接加注了 20萬的幾分牌 那在這個比較 詩的面上 我們可以看出 就是有很多 可以買順的組合 和買花 那這裡 Jetane他 覺得自己 暫時是領先了 所以 來了個加注 我總覺得Kenny快笑出來 怎麼我頂三條還被Check Race 對 運氣太好了 天上掉了一塊大餅 砸到自己 這個應該 我覺得會是個Call 然後 呃 瞪等Jetane自殺 那這裡 Kennie選擇跟住 我們掉一張紅心石 紅心勾 讓Jetane有點機會 那這裡出來一個黑桃2 GG 那 Jetane這邊 也不會Care的對手 沒有Frost 這邊頂隊 打完是一個 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他這邊 沒All-in 我覺得 會 才 這件比較奇怪的事 這邊應該就是會 直接打完 那我們看見 Jetane他後手 也只有剩 79萬5千的積分牌 然後這個底子 已經是達到76萬了 那這裡Jetane選擇 下注30萬的積分牌 那我覺得 Kenny應該就會All-in了 因為他畢竟 他也擔心對手 會不會有一個黑桃 他不會讓對手 免費看這個Rebert 而且 對手已經算是 深深的套匙了 Kenny選擇All-in Jetane在這裡 沒有辦法起牌了 天啊 這個真的是 對 刪不掉的 黑桃的情況下 這裡Jetane 他是Drawing Dead 就意思是說 沒有任何一張盒牌 可以幫助他了 那這裡我看見 Kenny 又打 淘汰了一位玩家 這裡 現在我們主賽 200萬港幣滿路 傳奇撲克主賽 是還剩三位玩家 Timothy Adams 的卡順 我們來看他要做什麼決定 卡順 我們來看他要做什麼決定 那如果是一些 比如說 開不了牌的 比如說一些 K High 或者是什麼 這邊 這3B底色也沒有什麼 開不了牌 可以跟Flop 就是一些 沒有開牌架子的牌 然後這個盒牌 來了張K 在這裡 Kenny暫時 他是 能贏下底次的玩家 是拿了一對四 可是Kenny現在 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領先 485 485 485 抱歉 485 然後這裡下注 485,000的基本牌 他選擇 Dance Smith 他選擇 在 prefile抵抗這個 A4 然後在Flop 有抵抗了這個 A4 那 Kenny下注這個尺寸 是很有可能讓他的A4 會選擇更主 對他來說是非常的便宜 那確實在這邊 Kenny拿了一對四 是 最小的 也是這面上 第 四個對峙 四個對峙 做了一個 架子的下注 沒留背 然後被A10 還跟了 真的是靈機移動 非常厲害 覺得應該 不至於可能會直接O-In 那有可能會選擇Open 然後被O-In 當然就跟了 那如果他選擇直接O-In 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選擇一個最小的一個 加注 那基本上 八八大概是前 前六%的牌 啊 Kenny要O-In 那如果Kenny這把A8 再中S的話 就真的是天選 兩個人的排力都非常的強 好 好 現在我們的Smith 這個手牌是壓制我們的Kenny 我們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嗎 謝謝兄弟 你選擇選擇選擇 誰選擇選擇 我還是他 沒有人 沒有人 不是我嗎 我們的Ivan6 不是你 Ivan brought me 看起來 很像黑社會老大 私底下 卻 非常 非常nice的一個 馬來西亞的玩家 也是去年 我們亞洲GPI的 第二名 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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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 我們 Kenny 在對手擊中了三條 還有一個 後門 桃花的機會 今天Kenny的運氣真的不差 我們看一下 盒牌 這個真的是 這 連她們自己都沒有辦法都笑出來了 這 幸運女生今天是站在Kenny這邊 然後呢 加上牌又打得非常好 那就是很難擋住 她今天有可能是我們主賽的冠軍 平常打都打不遠 運氣這麼好怎麼辦 平常打都打不遠 運氣這麼好怎麼辦 看起來看出來是Kenny贏的嗎 她們是屏幕顯示錯了嗎 欸 那如果是這樣子 有可能是屏幕上顯示的一個錯誤 我們來看一下 拆解的 那獎盃超級大 想說那一般根本沒辦法帶回去要怎麼辦 對 然後她上面都有那個像那些鑽石 非常漂亮的一個獎盃 這應該是史上最貴的一個獎盃 那這邊我們看見小盲位Smith 拿到了5-4 Adams打盲位的K-5 Smith在這裡選擇跟住 把晚級分牌 OK 那我覺得 Adams這邊 在根據對手後手的一些籌碼 大概是22個大碼 那我覺得這邊也許她會做一個加組 因為對手現在 可能也不一定有辦法太多的3P 那如果是Check其實也是一個 會做的決定 只不過這邊選擇家組也是可以 那這邊 兩位玩家 進入了翻牌後 這裡發出來是10-13的面 這邊 Adams暫時領先 高牌K 那這邊 Smith小盲位 選擇零打下注8萬的幾分牌 那我覺得這個下注是蠻不錯的 因為畢竟她這個4-5 off 是完全沒有辦法做一個Check hold的一個 騎士手牌 而且她也沒有什麼一些 開牌的價值 可是她可以試著去下注對手一些 讓對手一些比她好的牌 蓋掉 那基本上對手應該基本上絕大多數的牌都比她大 因為畢竟她只有5high而已 那這邊如果有一個後門順的機會 她可以繼續選擇攻擊 那這個轉牌帶來一個8 在這邊 沒有任何玩家有擊中對手 那Adams在 我們之前有看到她跟Kenny對決的一個手牌 也是選擇一個用K-high防守 那尤其K-high在這種疊牌的結構上面 K-high還是領先蠻多東西的 我記得上一手是A-A-10的結構 她選擇了抵抗一個K-2不同話 然後轉牌掉一個K 然後River忘記掉了什麼 反正她River還做了一個1B-B左右的一個下注 那這個合牌 我們看見給Adams帶來了兩隊 現在是KK-14-8的踢腳 那之前看過我們短牌轉播的觀眾應該知道 完全沒有開牌架子的時候 要試著去偷底次 不然就輸定了 可是現在我們Smith只有一個5-high 他也是完全沒有開牌架子 那在長牌裡面 是不是要跟短牌用一個一樣類似的策略 試著去搶下這個底次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不然這個check是輸100%啦 那bet是有機會贏 那這裡小毛衛 他選擇下注14萬的積分牌 所以其實好像也是差不多的策略 這完全沒有開牌架子的時候 這些高額職業拳頭他們基本 那我們現在的Adams又變回我們桌上的trip leader 有610萬的籌碼 那剛才他A圈跟Kenny兩個人投了個硬幣 然後呢引下了那個很大的底次 這邊小毛衛Adams85選擇跟注 然後呢Kenny勾4過牌 然後呢Kenny勾4過牌 那發出來是3張K的面 在這裡Kenny的勾 還是領先 那我們的Adams會不會主動下注呢 我覺得是蠻有機會的 因為他這種下注的一個方法 其實跟剛剛我們所看到那個Dance Meets的想法 應該是類似的 因為畢竟他的牌沒有一些碳牌價值 可是他選擇Limp的玩家 他的手牌很有可能 對於大盲的check 大盲等於是100%的牌 所以對於大盲來說 大盲可能也是沒有這麼好的起司手牌 那假設 像是因為Kenny有一個勾牌 那如果Kenny的另外一張牌 可能是9以下的牌 或是一張10的牌 可能就會被Adams這邊打蓋 那Kenny的一個勾牌 我覺得算是一個 Defend的一個 最邊緣的一個範圍 如果你要他Defend一個 10HIGH或9HIGH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是蠻不現實的 那這邊Adams在轉牌 選擇過牌 那Kenny也選擇了過牌 所以其實連續的這兩把 其實可以讓觀眾加深一下印象 其實他們的策略其實都是 都是一樣 那所以如果這兩把 真的是這麼類似的話 我相信Adams這邊 因為他開不了牌 是否River也要下一個 20萬左右的bluff 試著把對手打蓋 因為他如果知道對手 是抵抗一些HIGH卡 假設抵抗一些QH或KH 那其實在River 他其實是很難跟住 確實在這裡選擇了 下了20萬的幾分牌 我們看見合牌這邊 Kenny他中了葫蘆 是不回氣的 他選擇跟住 然後呢 Adams知道他是輸了 在這邊 Kenny拿下底子 我覺得這 那 那Adams這邊 三期童話 是否會繼續選擇Limp呢 就像我們剛好聊到 我們的職業玩家很少 在小忙放棄一些 可以進行遊戲的手牌 那 這邊 我們的 Adams 跟我們的 Kenny 都有一個卡順的機會 那 我相信 Adams這邊應該會選擇一個跟住 而且 他有後門花 跟一個卡順的機會 而且在這結構上 他可能相信自己中了7 還是有機會會贏的 那 如果 轉牌沒有什麼幫助的話 Adams 如果遭遇下注 應該就要蓋牌 這邊 抵抗一發 我覺得是不錯的 而且 其實在 這個結構上 假設 Adams有中一個6 或中一個4 也是有可能會選擇 做一個 也是很有可能會 做一個 缺口 那 現在 Adams有一個 後門花的聽牌 後門銅花順的聽牌 那 這時候他會不會 用一個 我們最近看到的一些 主動下注的招式 在這個轉牌 我們在昨天看過 哈斯登 用過 然後 也看過今天 我們的 Dance Smith用過 那 哈斯登是沒中的時候用 那 Dance Smith是 中的時候用 所以其實現在 轉牌的這個 當背 其實算是很少用到的 一個方法 可是我最近在他們 一些職業玩家身上 看到一些 運用的一些方式 那 我也試著去理解他們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 我覺得 都是一個很值得 學習的一個地方 好 好 那 Kennie應該會選擇跟注 甚至有可能加注 那這邊 Kennie跟注 那在 這盒牌 如果Adams 不中 他現在買的牌的話 應該會繼續下注 他在這裡是代表 手上是有三條六 或者已經是順的 牌 那這張七 掉出來 呃 Adams 其實有點尷尬 就是他牌有點開牌架子 可是 又 不是夠大 因為對手如果抵抗範圍裡面 有八有五 都是贏他的 那我一綜合他們的這幾體驗下來的 中文字幕提供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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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8手买路 我们现在还剩两位玩家 然后分别为是Timothy Adams和Brey Kenny打单挑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Brey Kenny他是手持79个大忙主 然后呢Timothy Adams是71个 然后呢我们现在这边忙主是4万8万 钱主8万 那这个系列是由传奇扑克为大家带来的 那是在全世界各国超级豪克赛系列 然后呢下一站是黑山 5月4号到5月16号 那这边我们看见两位玩家的积分牌都差不多 这里Timothy Adams手持47%的积分牌 那这意思就是说这里Brey Kenny他手持53%的积分牌 暂时排名第一 你知不知道如果总说你都要去一边先 我来到 那是他 他手持续了 你对手持续了 你对手持续了 对 你对手持续了 你对手持续了 这单挑的游戏又有点不同 两位玩家都说挺有意思的 打单挑很好玩 当然就是锦标赛 可以进入打单挑也是不容易的 那这边我们看见 两位玩家手持分别为7-4跟5-4 那在K13的面 两家选择过拍 那这个转牌呢 现在这里给Adams带来了一队伍 他也继续选择过拍 然后呢这里是小盲位 也是现在庄家位的Kenny 那单挑的情况下 观众朋友们小盲位 也就是位置优势的玩家 他们也是庄家位 在这边 Kenny选择下桌 28万5千的几分牌 谢谢大家 OK 那這裡,Kenny選擇一個超池下注,順利地拿下了底池 那Kenny wonAdams以前的一些成績,那在這比賽之前,Adams他是最大的一筆獎金是100萬美金 那也是在澳門10萬美金滿路的拿了第三名 那這個比賽會給Adams帶來他這一身中最大的獎金 那在這之前,Adams他有六位數的獎金,那我說的當然是美金 那這是他這一身第一次七位數的獎金 那我們但是還沒有得到任何他們有協議分錢的消息 那這兩位玩家也不缺錢 那當然他們就是有可能私底下也會聊過 但是我們並不知道他們有暫時有任何分錢的協議 然後看見他們都單挑打得非常認真 那我們這裡是比現場延遲半個小時 那跟大家一起看的畫面是一樣的 然後呢我們這邊是當場就是給大家做直播 也是為什麼剛才我跟大亨兩個人並沒有看見檯面上有葫蘆的原因 希望大家也原諒 那這一次我們這已經是第九天 哦,讓我想一下 現在星期幾我都忘了 我們是二號開始幫大家做直播了 然後呢我們現在是進入已經是第七天為大家做直播了 那這裡 Adams選擇跟住 然後呢Brain Kenny手持K圈 跟童華的牌選擇加住 順利拿下底子 順利拿下底子 這邊 Kennie加住到十七萬五千 這邊 現在開箱門的大王位的Adams是拿高七的牌 是拿高七的牌 後 這裡Adams選擇跟住 然后我们看见翻牌 现在是圈七四的面 在这边Kenny 他是有买花的机会 然后呢这里Adams 他是中了中队一对七 这里Adams选择控制过牌给Kenny 然后呢Kenny选择继续架组 下组15万的几分牌 那我们这里看见Kenny 他一般继续下组的动作非常多 他如果在翻牌前做架组的话 一般在任何面 他都会选择继续下组 那这里他可以测出 对方的牌力是多强 那这边Adams 手持中队选择跟住 然后这里转牌来了一个4 现在Adams他是也手持两队 是七七四四 然后呢踢脚十圈 再次选择过牌 那这里Kenny 继续给对方压力下组了 五十八万五千的几分牌 那这也是超过半尺的下组 那这边 灰狼Adam 比较难跟住 是因为他手上的牌力不是很强 然后呢我们也看见Kenny这里有 任何方片的 是可以赢下抵制的 那这边Adams选择跟住 这盒牌来了张K 在这里确实给Kenny拿到了他要买的花 这边反超了对方的一对七 这边Adams再次过牌给Kenny 然后在这个面上Kenny 他会不会决定下个 架支柱呢 那他确实下个柱 然后呢选择的积分牌是四十八万五千 然后这边Adams看见面上现在是四张方片 对他来说非常不利 他自己确定一下手上有没有方片 放弃了底子 那我们看见这些职业玩家他们都打得非常紧 然后呢也比较都很谨慎 然后他们不会在就是觉得自己排领先的情况下 在flop做一个check raise的那种行动 因为在这样的面上做check raise 被对方跟住或者再加回来是很难处理的状况 所以他们在这边他们打的一般都是非常会控制的打法 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积分牌 现在Brain Kenny是有95个大盲 然后呢Timothy Adams是55个 那这块是Brain Kenny积分牌2比1的情况了 那这里我们看见小盲卫跟住8万的积分牌 然后呢Kenny在大盲卫手持A4选择过牌 我们在这里看小盲卫手持A4选择